1999年的春天 对于英国伦敦的市民来说 这是一个恐怖的季节 因为一系列的恐怖袭击 让这座城市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恐慌 市民们大多都闭门在家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门 会被慕名而来的100毫米钉子戳穿自己的肉体 而这些都是来自于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策划和实施的 它的一系列操作深刻的影响了英国社会 并促使政府和公共安全部门 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反恐措施 那么他是谁又为何这么做呢 1999年4月17日 归于伦敦南部的黑人聚集区 布里克斯顿市场人山人海 由于是周六大家都跑了出来 感受着热闹的烟火气息 而殊不知危险正在悄无声息的靠近他们 下午5点多 一个叫做家里西林的商贩 看到了一个神秘人正在拿着一个包 鬼鬼祟祟的出现在了闹市中 他将这个包放下就消失了 家里看到后感觉不太好 为什么突然把一个鼓鼓的东西放在人群当中 他赶紧走过去看了一眼 没想到里面装满了类似于烟花的装置 如果这要是一个烟花 在人群当中爆炸的话 也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他把整个包拿到了人少一点的地方 可是家里越想越不对劲 这该不会是个炸弹吧 于是在和一帮商贩们商量了后 他们决定把包转移到一家冰岛超市的边上 并且报了警 随后警方出动 在下午5点25分赶到了现场 可是还是晚了一步 只听见一声巨响 炸弹爆炸了 不过和其他炸弹不同的是 这个炸弹里面装的 竟然都是长达100毫米的钉子 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 使钉子四处横飞 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害 还对周围的建筑物和车辆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爆炸现场一片混乱 血迹斑斑 人们惊恐的四处奔逃 哭着喊着救命 最终共计有48人受伤 受害者当中有很多都是当地的居民和商贩 还有许多购物的游客 这是一张来自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 发布的一名23个月大的婴儿的头部扫描图 他在钉子炸弹爆炸当中受伤 一根钉子直接穿过了他的左太阳穴后 嵌入到他的脑中 而在现场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 据警方调查 爆炸装置是由一个简单的闹钟定时器控制的 里面装满了钉子 这是一种新型的爆炸装置 常被恐怖分子或者自杀是炸弹袭击者使用 之所以在炸弹里面放置钉子 是为了提高对受害者的伤害效果 爆炸一瞬间的冲击波 可以让钉子瞬间变成子弹四处飞溅 间接提高了杀伤范围 造成比单独使用炸弹更大的伤害 在爆炸发生后 紧急服务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展开失救 警察封锁了爆炸区域 医护人员对伤者进行简单处理并送往医院 而媒体迅速报道了该起事件 并且引发了设备的广泛关注和恐慌 伦敦的市民甚至开始担心 这是否只是一场更大的恐怖袭击计划的开始 果然群众想的没有错 仅仅在一周后的4月24日 位于伦敦东区的贝里克乡的酒吧 发生了第二起爆炸事件 那里有大量的孟加拉人聚居 炸弹是由一个石身的塑料桶制成的 里面同样装满了钉子和其他尖锐的金属物件 炸药部分使用的是黑火药 有人目击 嫌疑人将炸弹放置在布里克巷的一家餐馆外面的垃圾桶里面 而布里克巷以其丰富的餐馆 咖啡馆和市场而闻名 尤其在周末晚上的高峰时间 街道上面挤满了当地的居民 在晚上9点15分左右 炸弹爆炸 巨大的爆炸声在布里克巷回响 钉子和金属碎片以极高的速度四散飞溅 击中了周围的人和物 布里克巷陷入了一片混乱 受害者倒在地上血迹斑斑 周围的行人也惊慌失措的四处逃窜 许多人试图逃离现场 而一些好心的人则冒险返回救援伤者 现场弥漫着浓烟和尘土 刺耳的爆警声和人们的呼叫声交织在一起 这次的爆炸总共造成了13人受伤 伤者当中包括了当地居民 餐馆顾客和街头小贩 由于在第一起爆炸事件后 警方和社区都提高了警惕 部分居民提前发现了可疑物品 并及时报警 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在爆炸发生后 紧急服务人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 救护车和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进行救援 并将他们送往附近的医院 警方封锁了现场展开调查 他们在爆炸现场收集了大量的物证 包括了炸弹的残骸和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 通过分析这些证据 警方确认了炸弹的构造和引爆方式 并开始寻找制作和安放炸弹的嫌疑人 可就在六天之后 又发生了第三起炸弹袭击 1999年4月30日 位于英国所获区的邓肯将军上将酒吧 成为了连续恐怖袭击的第三个目标 该酒吧是伦敦著名的同性恋酒吧之一 常常吸引大量的LGBT人群和支持者 晚上6点37分左右 嫌疑人将炸弹放置在酒吧的入口处 定时引爆 巨大的爆炸声在所获区回响 随后整个街区陷入了一片混乱 酒吧内外的受害者纷纷倒在地上 到处都是血迹 此次爆炸是丁子炸弹袭击当中的最后一次 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次 总共造成了三人死亡 以及79人受伤 死者包括了一对年间的同性恋伴侣 和一个正在酒吧外行走的女性 许多人伤势严重 有四名幸存者不得不截至 通过了对前面两起爆炸事件的调查 警方确定了这是一系列有机化的恐怖袭击 他们对邓肯海军上将酒吧爆炸后的证据和目击者证词 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并且根据嫌疑人的同事 保罗米夫苏德的指控 他是通过第一次爆炸的录像当中认出了嫌疑人 并在第三次爆炸发生前约一个小时20分钟 就向警方报了警 最终警方锁定的大卫科普兰 1976年5月15日 大卫科普兰出身于伦敦 好恩斯我区汉沃斯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 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 母亲是家庭主妇 他的极端主义倾向 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逐渐显露 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非常焦虑自己是同性恋 还经常做虐待狂的梦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逐渐沉迷于新纳粹主义和种族优越论 并且开始仇视同性恋 曾公开表示对少数族裔和LGBT群体的极端仇恨 1997年5月 21岁的科普兰加入了极右派英国国家党 在此期间 他阅读了特纳日记和无政府主义者石浦 前者描述了极端的种族主义和反有主义 据估计 他影响了全球200多起杀人的肇事者 而另外一本无政府主义者石浦 讲述的则是炸药的制造 以及窃听设备的运用等说明 此书在2000年后被英国禁止 无法合理持有 在书中 科普兰首次学会了用火样和闹钟制作定时炸弹 1999年5月2日 在警方的密切监视下 科普兰在家中被捕 在他的住所 警方发现了大量的炸弹制作材料 和相关的极端主义宣传资料 另外在墙上还挂着两面纳粹旗帜 还有一堆关于爆炸的照片和报纸报道 面对警方的审讯 科普兰承认了他制造 并引爆了三枚炸弹的事实 他表示 恐怖袭击是为了引发社会动荡 推动他所谓的种族纯净 2000年5月15日 在法庭上 科普兰被指控三项谋杀罪 和数十项谋杀未遂罪 他的辩护律师 试图将他的行为归咎于精神疾病 但检察官指出 他的行为是有预谋 有计划的恐怖袭击 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和仇恨 最终 科普兰被判处了三项谋杀和安置炸弹罪名 需要至少复兴50年 审判结束后 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判决表示认可 但他们的痛苦将永远无法弥补 1999年的伦敦钉子爆炸 不仅造成了人员伤员和财产损失 更在心理上 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们开始更加关注 社会当中的仇恨和极端主义问题 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行动 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教育和社区项目 也开始注重反歧视和反极端主义的宣传 努力营造一个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英国政府在袭击后迅速补定了反恐法律 在2000年反恐法中 增加了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和惩罚 并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利 来预防和调查恐怖活动 事件也促使政府和立法机构 重新审视现行的仇恨犯罪法律 新的法律加强了对种族仇恨 和兴趣向仇恨犯罪的惩罚力度 旨在保护少数一族和ALGBT社区 免受极端主义和暴力的侵害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对这起伦敦钉子爆炸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爱不错的话 也不用了点赞收藏和关注 我是正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